秋台带来天气剧烈变化 前天全台最大降雨量就落在了新竹县湖口乡 一小时达到了59.5毫米 酿成了新湖路和成功路大烟水 民宅家具都泡在水里 而火车站前的中校路二巷 也因为工地杂物盖住了水沟 一流灌进了20户的民宅 倾盆大雨马路水淹半个轮胎 更让民宅家具通通泡在水里汪洋一片 前天全台最大降雨量落在湖口乡 一小时达59.5毫米 淹水灾情以新湖路八户民宅最严重 以前都没有这样子的暴雨 因为下暴雨 所以那马路的水全部都跑进来 我防止变成了疏通道啊 因为这边枸取是属于进水沟 跟那个灌溉用水的灌溉枸取共用 所以可能造成两个水量加在一起 造成低洼区域有没有 淹水 公务处可能会请我们的相关单位 来把水沟把它清除掉 这样子雨水才会疏通 再来农水署它有闸门的问题 刚刚我们也沟通过后 农水署可能会定期 只要有下雨的迹象 它就会找定期会找相关人员 来把闸门把它打开 明代召集农水署和公务处线刊 八年来 紧邻的新社区下坡路 降雨带来水流 一旦超过水沟承载量就会满溢 而城公路也有150米路段淹水 将请公务处清淤输郡 农水署也要把关好闸门排水 火车站前的中校路二项 则因工地杂物盖住水沟 导致地下室积水满溢 流入近20户民宅里 水沟被那个什么工程 而且铁皮在这边根本没有办法 它那边那水沟完全堵住 这个整块到那边 通通淹水那也进水 我这边在追处的就是 要把这边的环境 不管是水啊水什么之类的 全部要清除 包括水沟一定要通 不能再造成附近居民的淹水 当下赶紧凿洞排水 明代野汉乡公所视察工地抽水 怪手移除杂物 督促包商尽快施作寒管 将水排到马路侧沟 避免淹水再发生 面团 都未经许我有看到